一鸣二运三风水 阿南德在影片中警告 早就警告持续会有地震 洪水火山爆发等天灾发生 还有要小心各国各有心机 毁灭性武器测试 跟地缘政治的冲突发生 注意五月 小心十件事 印度神童预言的原政治冲突 持续在苏俄对乌克兰 以色列对哈马斯对伊朗 南韩对北韩 台湾对中国 中国对美国等地发生 阿南德说这是属于人为因素的部分 祈祷善良无辜人们的祈祷 能让握有政治权利的人 能真心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卖力 但是根据星象显示 天灾的部分 全人类都要注意 1.2024年4月3日7点58分 台湾发生规模7.2地震 921以来最大 相当42克原子弹 2.2024年4月6日 10.30分 美国纽约大都会地区 发生规模4.8地震 240年来最强 3.2024年4月8日 10.25分 日本发生地震 镇央位于北纬31.6度 东京131.5深度 40公里 4.2024年4月16日 冰岛雷克亚内斯半岛火山当地时间再度爆发 这是自2月8日以来又一次大规模喷发 5.2024年4月16日 印尼卢阳火山爆发 6.2024年4月19日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暴雨成灾 不白淹水 打乱国际机场运作 上千航班取消 7.2024年4月21日央视报道 广东遭逢千年一遇洪水 4.22日全区中小学校 幼儿园停课一天 8.2024年4月23日 台湾花莲发生规模6.3地震 根据气象局资料 4月3日7.2大地震后 雨震破千起 规模4以上的地震突破300次 4月22日傍晚17时08分起 花莲县开始一连串地震 规模最大落在凌晨2.32分49秒 瑞士规模6.3 导致台湿一线大量落实 统帅大楼以及富海大饭店倾斜 4月日全时加火星 木星 月球与拉湖大河向地球 受负面能量包围 印度神童表示 不能忽略星象带给地球的影响 4月由日全时火星 木星 月球与拉湖大河向 持续让地球受到负面能量包围 天灾 地震 人祸 食安 疾病不断 提醒台湾 美国 中国 日本等世界国家 注意十件事 一一气候危机 恐怖高温 洪水 干旱 火山爆发 地震持续在各地发生 科学家警告称 2024年可能更热 根据数据显示 2023年 目前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打破了之前的记录 也打破了许多气候科学家的预期 而科学家警告 2024年的气候情况可能会更糟 受到持续的厄尼诺天气模式 极温暖的海水涌入东部热带太平洋 已进入了第二年 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表明 随着人类继续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 2024年可能会出现比2023年更多的极端天气和气候影响 二战争危机 地缘政治紧绷 俄乌 美中 台海两岸 以哈战争 南北韩乡对是世界不稳定的地区 亚洲今年也是一个高危年 新加坡资深外交家马凯说就认为 2024年的亚洲有无场潜在的战争 必须引起全世界的警惕分别位于台海 南海 克什米尔 中印边境 以及东海 三 通膨危机 经济问题处理不当 通货膨胀危机的负面影响是全面性的 阿曼德告诉人们 想要应对经济危机 购买黄金资产是最有效的途径 不管美元升值还是贬值 不管全球经济如何发展 黄金都是人类认同的贵重金属 即便美元时代终结 即便世界货币体系崩溃 黄金也能在以物易物的时代代表财富 四 粮食危机 此前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就宣布过 人类将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 实际上 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陷入粮食危机 普通百姓能高价买到粮食都是好的 更多的则是无粮可买 粮食危机为何还会加剧 因为世界粮仓之一的乌克兰战争还在继续 俄罗斯想要往外卖粮食 却也因为西方国家制裁无法成功 还有一个世界粮仓南非遭遇了超级大洪水 粮食减产已经成为必然 另一个农业大国印度遭遇极端干旱 粮食收成也将出现下降 即便是农业高度机械化的美国 也遭遇了干旱问题 各种天灾带来的问题还没有直接体现出来 但到2024年这些危机都将爆发 20年之内 人类要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注意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土地问题与冲突 五健康危机 人类吃太多 还有不断的食安问题 导致身体不知不觉变差 六维癌危机 明白灵魂是不能演算出来的 小心人类变笨 被机器取代 七碳排危机 碳排问题变本加厉 使气球暖化 的主因 八人性危机 消费主义盛行 人类的贪婪 不良政客领导人会加速世界恶化 九地球危机 人类为了经济活动 已经严重破坏大自然 十夜里危机 看不现的危机最可怕 人类瞎忙 身心灵敌极化 要相信有神 尊重看不现的力量 做好事消业力 在阿南德最新预言还提到了 台湾有六个地方 晚上不能去 即使是白天 也尽量不要去 否则灾火将会降临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是哪几个地方 一 寺庙周围 很多人都会问 寺庙不是有灵气的地方吗 怎么不能去 为什么寺庙一般都有围墙呢 因为冤魂太多 围墙是用来阻挡他们的 入夜之后 首先不该流连的地方就是寺庙周围 否则冲撞那些凄惨的冤魂是必然的 二 久无人住的荒村 荒屋 残破古庙 阳间的人就是阳气 人多了 阳气就足了 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为何我们说 铜钱能趋邪气 就是因为铜钱是流通货币 经过了无数人的捏摸 汇聚了无数人的阳气 从而具备了辟邪的效果 荒村 荒屋 残破古庙 因为没人气 而被邪气侵占 有些倒是经常说 表面上人际罕至的荒村 其实总是稀稀攘攘 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居住的好地方 三 电梯 因为电梯的特性 据说很容易让些幽灵认为 这是进入地府的通道 而阳气弱的人到了深夜 就特别容易看到他们的真身 建议夜里别再出行 四 夜里的池塘边 湖泊河流深潭边 这里会有水鬼 民间传说人意外死亡 而不能投胎转世 便留下灵魂来害人 做他的替死鬼 水鬼在白天都容易出来抓替死鬼 因为阳光在水里的影响力并不大 到了夜里 就更容易了 五 地下停车场 地表之下的通道 深夜的时候都尽量别走 这个和电梯的说法有点类似 很多凶杀案都在这些阴气十足的地方产生 也不无道理 六 医院周围 医院是个救死扶伤的地方 但同样是和平时期死人最多的地方 很多医院会有设置太平间 这是一个阴气十足的地方 身体弱的人切记不可深夜在这些地方走动 因为在这里撞到一些另一个世界的人是太习松平常的事 收魂的和被收魂的都太集中了 特别是住院待产的孕妇 半夜更别在医院周围溜达 谨记 最后阿南德重申 希望人们都能明白 我们应该要尊重大自然 对地球资源要友善的使用 以友好和繁荣的方式与之共存 以上就是阿南德的最新预言情况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因为自己的不注意而倒霉 阿南德强调 这不是为了散布焦虑 而是作为一个战兴师的职责 希望人们了解 接下来将发生的事情便与大家防患于未然 阿随后的总结说 2024年的年尾 一切都会变得更糟 世界就像重置一样摧骨拉朽 他相信这个伟大的重置一定会再次发生 所以要保护好身边的人和自己 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团结 他呼吁漂泊在世界各地的人们 应该尽快赶回家乡 和家人同胞一起同舟共济 共度危机 大家要心怀善念 爱护自己 欣喜家人 我们的世界充斥着各种问题 除非人们的行径有所改变 否则世界注定要遭受劫难 许多国家已储备了至少五万个核弹头 没人知道今后会再造出多少核飞弹 但即使只有五万个核飞弹 就能毁灭世界好几次 这是企图征服世界者的私心所造成的结果 现今私心到处蔓延 毫无底线 应该彻底正视危机的起因 以便找出解决之道 一切的灾难和祸害 都来自于自己的贪欲心 无论是贪人还是贪财 都一样要舍去 贪欲心是轮回的根 会给我们的今生来世 带来灾难和祸害 我们经常怪那些鬼神 认为是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灾难 是他们让我们遭遇了祸害 其实并非如此 看似鬼神在伤害我们 看似怨敌在给我们制造障碍 这些都是一种假象 一种迷惑自己的贪欲 才是幕后黑手 现在有些人隐忙隐忙 你家里有东西 身上有东西 要把他们赶出去 其实你能不能把他们赶出去 其实不能 因为你已经有了恶心 恶缘已经结上了 你之所以会造这样的恶业 就是因为你有贪欲心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保护自己而导致的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财不失的财富 你老是用贪的心 只会让你离财富越来越远 佛说吃亏是福 你需要好好地考量一下这句话 不贪才会有福 贪心会让你福报越来越浅 贪心爱占便宜的人 终究占不到便宜 吃亏的人也不会吃亏 一切都会回来 我们不失 做好事要懂得智慧 古人教我们吃亏是福 占便宜不是福报 占便宜是货 是灾祸 如果对于因果报应通达明了 你就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去占人便宜 遇到厉害 害我要承担 利让给别人 好事给别人 坏事自己承担 这真正激功累得 吃过的亏是以后的福 占的便宜是以后的苦 千万不能有占便宜的念头 贪的一点便宜 需要更多的财富 去偿 还 做人要学会吃亏 学会不失 人都是有欲望的 欲望并不是什么丑恶的东西 好的欲望能让人斗志昂扬 在逆境之中坚持 在顺境之中冷静 可是一旦欲望过了戒 本性就可能会被黑暗吞噬 最后可能会招来灾祸 有时候越贪质于财富 越会引来无穷无尽的烦恼 我们见过很多富人 活得踹踹不安 每天思考 怎样活得更多金钱 或是害怕自己的财产不安全 也有很多穷人 虽然活得捉襟见肘 但是每天很安心 拥有一些最普通的快乐和梦想 炫耀财富不是明智之举 金钱有失给我们带来的 不是快乐 而是烦恼 人生在世 折磨我们的 不一定是贫穷 而是无止境的欲望 佛说 因缘合合 一切有违法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给了你 不一定是好处 反而是祸端 贪婪的东西 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失去 而失去的远远比贪求的多 贪求的多了 你的祸还就跟着你 这也就是人间常说的破财消灾 贪来的早晚都要还 一个人的财运没那么好 很多时候是因为贪得无厌 得到了总是不满足 还想得到更多 所以才会不开心 才会觉得自己财运不好 所以 佛祖教导我们 不要贪心 要无私 大爱 如此就可以脾气泰来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别忘了给你 说什么 LIKE 出发 消灰 噢 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